5.淺江晚暴,每天面對大無法抵達卻依然不棄 2015年7月26日全文閱讀 B.01 苟如 開普勒452 B. 上有一個你,叫 M. 必然,他會被地球上的你勞十五億歲 苟如 M. 有些話要說,會不會是這樣我叫 M. 來自開普勒452 B. 行星 你問,我究竟是誰?或許,你心裡已經有了答案 是的,我是世界上的另一個你 2015年7月24日零點之前,沒有人認識我的家 我本以為,會繼續默默過著自己的小日子 陪我的星球過六十一億歲生日如今 我所在的星球六十億歲,比你們地球大十五億歲 但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甚至單身汪的寂寞 為我假特意召開了新聞發布會 告訴地球人,離大家一千四百光年之外 存在著一夥跟地球狠相處的而居行星地球2 我習慣一直用望遠鏡偷窺你們 就將你們四十五度各仰望我的姿態 這些天,盯著我看的人越化多了 好奇的、仰慕的、想在我這而提早買房的 各種人都有,對了,就在你們浙江 八月一日,浙江省首界青少年旅遊節 要在天台園花樣星球太空農場開幕 這是一個看星星的好地方 夜觀星象,拍攝星軌,尋找自己的星座 到時候,我會和你們四係雷 當然,我能看到你們,你們卻看不到我 作為給你們早演化十五億年的我 你的未來,就是我的過去 誰不想知道自己未來的模樣 誰不想知道自己將去往何方 於是,前些日子,離我狠遠的冥王星上 一位小夥伴跟我通了電話 他有些感慨,因為就在我家被發現的十天前 他的歸房,也被你們牽了廉子 那位紳士夜號歷經九年,飛行四十八億公里後 在距離他街一萬二千五百公里的位置上略過 拍下了折金為止最為清晰的冥王星圖像 而他,就住在那火心上 他更沒想到,會有那麼多人 想跟自己親密接觸 這些天,他在望遠鏡裡發現 地球上有無數人,在日出前 或日落後的幾分鐘,走到戶外 拿出手機或照相機 關閉閃光燈,拍了一張照片 因為科學家爆料了 地球上的當晚或忽曉 就是冥王星的中午Pluture Time 冥王星時刻 於是,那麼多人假裝站在冥王星上 閉上眼睛 是著與他共呼吸 參與了那屬發起的把冥王星玩懷的活動 他在望遠鏡裡看到了這,感動壞了 尤其當紳士野豪拆堅而過時 他一眼看到了湯博 冥王星的發現者,的骨灰盒子 這一次,他們來得如此之近 他終於知道 第一個發現自己的男人 是個斷子手骨灰盒底部的母子名女 特別標注了他的身份 在科幻小說三體中 保留著雲天明全部記憶的大腦 被送到了宇宙中 被三體人植獲 為時大腦復甦 三體人會為他克隆了一個身體 雲天明得以復活並打入三體內部 如今 湯薄化為一呂灰 與他相見了 我在想 他是否也會像雲天明一樣遇到你們說的外星人 然後像大聖一樣歸類 他在等待 你們也在等待 於是,那麼多雙眼睛 知知不倦地望著天邊 望著我我也想起了發明開普立天文望遠鏡的先生 比以博露慈基 我還記得你年輕時的樣貌 嬉皮時的髮型和鬍子 如此瀟灑 阿波羅與航圓臉部的格熱罩 是你設計的 但發明開普立望遠鏡時 Messor一點都不相信 拒絕了四次 你卻又花了十年時間打造各類零部件進行試驗 為了尋找我的家 堅守了二十三年 我剛知道 就在這個七月 你退休了 我在望遠鏡裡 看著你走出大樓 拿著黑色公文包 戴著淡藍色的及色帽 下班回家 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可是 你年輕時不羈的鬍子 早已說白 我一直想問 為何追了我這麽多年 直到聽你說 因為我經歷過阿波羅計劃 把人類送上過月球 我知道我們那時的口號 永不言敗 這就是答案 我們何時才能見面 當聽到那時回答記者提問時說 我們這輩人都不可能去 另一端的我 還是有些難過 雖然 你我早已明白 可是 那時的畫幻有後半句 但我們的 說不定就可以去了 即便如斯人故城說的 太陽去追趕黑夜 又被另一群黑夜所追趕 你們依然也無反顧 不過 此時此刻 我更想說 相見不如仰望 當你知道自己望著我時 我也望著你 還會感到孤獨嗎? 如果你還是有一點點孤獨 那跟我們一起閱讀吧 B.1.B.3本部記者瑪麗